如果民進黨還覺得 你今天放任這些爪牙 在外面到處肆虐 然後你可以保皇 保黨保留的話 我觉得坦白講 以一個旁觀者的角度來看 更不可能 民眾還是討厭民進黨 而且你沒有告訴我 你要怎麼改 你也沒有改 那民眾到底下一次投票的時候 為什麼要再投給蔡英文 因為他道歉了嗎 因為他改進了嗎 因為民進黨承諾以後 再也不會有東場嗎 其實都沒有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現在面對的問題是 你口頭說一套 都說道歉 都說要改 但你做出來的還是一樣啊 我覺得就是民進黨現在尋求了 這樣一個共識 也就是說如果沒有2019年的政局穩定 那你怎麼去尋求2020年 能夠再繼續執政 所以現在讓蔡英文的這個政權 能夠穩固的狀態之下 我覺得是他目前也必須走的一條路 那所以保皇黨保的到底是蔡英文這個人 還是保的是民進黨的這樣一個主體 我覺得就給大家去變成是各自解讀 所以說是說領導 鞏固領導中心啊 大家都是保皇黨啊 其實是沒有啊 其實讓小英自生自滅啊 基本上是這個樣子 你那麼行嘛 對不對 那你一定要選嘛 只不過說已經 本來是這個政府被唾棄的 現在很可能這個黨都被唾棄的啊 也就是說被他們都玩光 所以這個已經不是中生代接班的問題了啊 整個黨都跟著沉沦了 因為沒有人敢出來講話了 那你出來講話的人 大概就是被這種說求官不成嘛 你知道對民眾而言喔 這個之前是一二四滅東廠 但現在這個口號已經改成2020滅東廠 因為顯然東廠未滅何以家圍啊 我認為2020年當然充滿很多的變數啦 因為柯文哲跟這個民進黨正式分手之後 看起來尤其在立委補選的這一戰 也雙方也並沒有合作的可能性 因為各自都推出人選嘛 那柯文哲跟這個蔡英文見面的時候 看起來也並沒有特別願意給這個總統面子 所以我覺得當然他接下來呈現的是 如果柯文哲在2020有任何起心動念 甚至有想要去角逐的話 對於民進黨的衝擊 當然勢必會大 他是兩面作戰 他已經完全沒有看在眼裡了啦 你看到總統去見他那個委屈求權的樣子 就好像什麼呢 唐朝的皇帝去見朱文 你知道嗎 朱全宗一樣啊 你把一個本來是一個皇帝國家元首的 已經把他降格成 變成一個跟地方首長是平起平坐的 是認你沒有跟你好臉色 好 穿小學的 你自己的腳步都還沒有站穩 你自己的黨到底要怎麼辦 都還沒有解決的時候 不管是國民黨不管是白色力量 不管是民進黨 可能還是必須要先從這一次的台北市的立委補選 難得三個力量都到齊 看看到底三個大家族在台北市打陸軍戰 最後到底誰占便宜 可能才能夠推估到你2020年總統大選 到底誰會贏 因為全國性的選舉很重組織戰跟陸軍戰 只靠空軍是贏不了的 我覺得大家可能要拭目以待 好,好,好喔好,好,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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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Zug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